美国有一名小男孩 他才12岁 就已经开发了一款手机的应用程式 专门协助生长人士 甚至还获得了 美国知名脱口秀主持人 艾伦的大手笔注资 告诉我一个新闻的新闻 是的 我每年都工作了 我和你的组织 这就是会让这个新闻的新闻 谢谢 年近12岁的美国男孩 艾利克斯成了艾伦脱口秀嘉宾 他不但自行研发手机应用程式 还获邀出席苹果发表会 你好 艾伦 这是艾伦 我正在新闻公园 我正在新闻公园 我还在新闻公园 我还没期待在新闻公园 我还没期待在新闻公园 让艾利克斯最兴奋的 还不只是能把玩苹果新产品 在艾伦的介绍下 他更和苹果执行长库克相见欢 你好 你好吗 我的天啊 很高兴认识你 我感到感到感觉 谢谢 你觉得什么 那是很高兴 能和梦寐以求的偶像 一对一见面 艾利克斯不禁当场激动掉泪 你真的选择了我们的节奏 对 这个很高兴 真的吗 这个很高兴 我爱你 这个很高兴 谢谢 谢谢 才12岁 艾利克斯已经有了自己的名片 名片上的头衔还是执行长 见到库克不忘抓紧机会 毛遂自荐 希望未来能为苹果效力 我认为很多人 想为你工作 所以这里也有我的历史 谢谢 我们很高兴 很高兴 对 我也很高兴 透过这位小男孩设计的免费APP 生长人士可以轻松找到 哪里有辅助设施 获得艾伦注资25000美元 折合台币75万 艾利克斯更获得库克邀请 将参加明年的苹果开发者大会 不但让他在校园成了风云人物 也将和全球开发者一较高下 解释阿米丽之音 综合报道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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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见